43年光阴五次出击珠峰69岁高龄 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 就是夏柏渝一生的真实写照 影片《无尽攀登》就真实还原了夏柏渝五腿攀登珠峰的壮举 其实这部电影是攀登者胡歌的原型 在《无尽攀登》这部电影当中将有胡歌亲情献生 青年时期的夏柏渝就是一个登山爱好者 早在1975年的时候夏柏渝就加入了中国登山队 成为其中的一名队员 命运对夏柏渝是不公平的 刚刚加入登山队的夏柏渝正是愁出满志的时候 却在一次意外中受伤致残 那是再一次攀登珠峰的时候 为了帮助同行的队友夏柏渝不幸小腿被冻伤 带给他的居然是截肢的命运 当夏柏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煞时间赶到天塌了下来 但是夏柏渝却没有想到放弃 在手术结束恢复不久 他就又开始了攀登珠峰的壮举 因为在加入登山队的一刻起 他就把自己整个人献给了珠峰 由于截之后行动不便 各种的并发症也接踵而至 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 相对于身体的困扰 更大的困扰来自于尼泊尔的陷残令 对于夏柏渝来说 纵然前面有万丈深渊 他依然选择不离不弃 因为他早就习惯了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在夏柏渝43年的坚守当中 他凭借自己的一双假腿和坚强的意志 先后五次冲击珠峰 终于在69岁冲顶成功 夏柏渝凭借他顽强的意志和毅力 完成了常人都很难完成的壮举 这就是中国版的高尔基登山界的桑兰 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以后 鲜花和荣誉接踵而至 他还获得了体育界的最高奖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荣誉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是世界体育的最高奖项 目前我们国家也只有刘翔姚明和里纳获得 夏柏渝已经和他们齐名 或许有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普通的老大爷 在自身残疾的情况下 真的有必要43年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吗 我们不是夏柏渝 我们体会不到夏柏渝的心情 或许在他的内心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 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 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却突然失去了双腿 这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 他甚至一度会有轻生的念头 是攀登珠穆这个信念 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让他有了目标和追求 让他变得不再颓废 人生在世间 如果没有了理想和追求 和行事走肉有何区别 夏柏渝通过自己对珠穆的挑战 不但拔高了自身的高度 还成为年轻人学习的典范 将会激发更多人的斗志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年轻的一代 正在遭受心情鸦片的侵袭 当代的年轻人 大多数都沉浸在网络世界 不能自拔 他们丢失了自我丢失了信念 成为健康的病人 青年人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如果我们的青年一代都如此颓废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 还有什么希望呢 或许会有人认为 这种说法太过逆耳 但是绝不是威烟耸听 我们这个时代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绝不是只有互联网和网络游戏 以及 只最精迷的麻木 时代需要英雄 而夏柏瑜 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如果一个失去双腿的人 都能有顽强的毅力 年轻人还有什么抱怨的呢 如果不想成为这个社会的累赘 如果不想让自己 变成行尸走肉 如果想让自己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请于12月3日 走进电影院 聆听夏柏瑜的故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